二位其实一路走来 在运动生涯 工作当中互相鼓励支持 在这个婚姻生活中 互相帮助 相濡以沫 其实还是一路走来 有很多感触的 先生说说和郁琴在一起 这有十多年的时光了 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和他在一块 说训练的时候 还是结婚的以后呢 他的感受不一样了 你知道他的意思是 训练的时候 没结婚之前 有一种感觉 然后结了婚之后 可能是另一种感觉 是吗 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的意思就是 训练的时候吧 还是队里管得严 教练都是有要求的 这是什么 像我们爸也不是那么张扬 低调 对对对 结婚之后呢 他就退役了 对这个家庭 还是对孩子特别关心 就是在工作之余呢 还是所有的这个精力 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 还是家庭身上 闲戏两年是吗 对对对 你们俩数过吗 就是你二人加起来 一共拿过多少奖牌 我们一共应该是拿了 91枚奖牌 90多枚 然后其中金牌有51枚 我真的就觉得 挺为你们骄傲的 就运动员之家 金牌之家 现在两人都在做教练 婚姻生活平稳 幸福美满 真的为你们开心啊 谢谢 那我们节目组呢 今天给你们准备了一份 惊喜到底是什么啊 来一起看一段 VCR 哈喽 王一平 好久不见 现在一切都还好吗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就六年过去了 想起那时 我们为梦想一起努力的日子 就有一个人生日 我们心中那份坚定 执着 信念 在逃道上 凝聚 力量拼搏 奋斗 在终点线上 平量 不仅我们都已各自成家 在新的情况线上 我们一定能把这种精神 继续延续下去 最后祝家庭幸福 加油 吴鹏 是你在的银跑员 他的银跑员 他的银跑员 特别的开心 开心 对对对 我们好久都没有见了 他在哪里啊 他在江西 他是江西人 他还在从事这份事业吗 对 他现在是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 特别感谢我 这些年来 所有的银跑员们 他们就是我的眼睛 如果没有他们 也没有我的今天 谢谢 谢谢 谢谢